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菠菜具有补血、养血、预防感冒、强生健体、促进消化、抗衰老、增加抵抗能力的作用 尤其是春天的菠菜,尤为失忆,补钙效果很强大 今天用菠菜给大家分享一道,强壮身体,又补钙,又能够滋养全身的饰料方 要比吃一些补钙药,人生都要有效果 我们先来准备一把菠菜,把菠菜摘一摘 一定要选择嫩的菠菜,这样营养更丰富,口感更好搭 菠菜含有比较丰富的胡萝卜素、维生素C、钙、磷、以及定量的铁、钾、维生素B、云香液、浮煤Q、抗氧化剂、膳食纤维、叶酸等有效的成分 能够给我们人体提供多种营养的,可以增强体质 菠菜中含有胡萝卜素,可以保护视力 胡萝卜素可以防止太阳光所引起的肾网膜损害 每周都要适量几次菠菜,能够减低肾网膜退化的危险 菠菜中含有大量的抗氧化剂,能够抗衰老,促进细胞 增强大脑的功能,所以经常吃菠菜,还能够延缓衰老 防止肌力减退大 菠菜含有叶酸 菠菜中含有非常丰富的铁元素,以及胰岛素的物质 能够调节血糖,使之保持平衡状态 糖尿病的人吃菠菜,可以保持血糖平稳 菠菜中含有大量的水溶性的膳食纤维 能够醋进肠维的蠕动 帮助清理体内多余的胆固醇 有利于垃圾毒素的排出大 菠菜中含两量特别的高大 对控制血压有很好的帮助 可以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蜡 有平衡血压,平衡酸碱,以及细胞渗透压的功效 高血压患者可以通过吃菠菜能够降压的 所以菠菜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其实一定要多吃一些菠菜的 这个春天季节正是养肝不爱的好时机 一定要多吃一些含肝量多的蔬菜 我们再用一个大盆 把菠菜清洗干净 菠菜的耕地的泥土是比较多的 一定要好好地抓拌抓拌 多洗几遍的 我们洗的时候 加入一勺湿盐洗 湿盐能够去除采用的农药 虾除细菌等等的 清除的时候 无论是瓜果还是蔬菜 我们在吃之前用盐水洗一洗 浸泡一会儿 这样洗得很干净 提前烧开水 把菠菜放入水中 菠菜需要焯水的 因为菠菜中含有草酸 在吃菠菜之前一定要焯一遍水 去除草酸的 菠菜焯水就可以控水捞出来了 水分控干 接下来调一个芝麻酱 来一勺芝麻酱不要太多了 加入少许的温水 稀释开 多搅拌一会儿就可以了 芝麻酱是能够补盖的 芝麻酱的营养素有四高 高钙 高铁 高蛋白 高压油酸 芝麻酱中的海杆量比较多的 特别的适合用鱼对骨落 生长发育的益处 芝麻酱富含蛋白质 多种氨基酸 维生素 有很高的保健价值 芝麻酱含有大量的氨基酸 像老年朋友们多吃芝麻酱 既能够补盖 而且能够预防新冠 新脑血管疾病等等的 再准备几颗大蒜 炖成蒜末 大蒜还有大酸素的 样件也是比较高的 其实多吃大蒜 能够去除身体里面一些毒素垃圾 能炖一炖 再准备小米辣 这是小圈 炖成辣的朋友们就不要放了 小米辣是巨辣的 来一点熟的白芝麻 加入生抽 再来一点醋 少许的香油 再搅拌搅拌就可以了 搅拌均匀搅拌开 哇 这个芝麻酱真的是太香了 这样做好的芝麻酱 无论是涮火锅 还是吃一些水饺都不错的 味道极其的鲜美 芝麻酱的味儿的很浓郁的 根据这里的口味 加入少许的盐就可以了 不要太多了 再次搅拌均匀 我们再把菠菜 团成几个小球 放入盘中 再把调好的酱汁加进来 哇 好香呀 浓浓的芝麻香味 坏菜香味 扑鼻而来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容易 请您发达的小手 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您的每一个支持和点赞 都是我相信的最大动力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 与大家更新的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点开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喜欢的视频的 这样做的菠菜 营养翻倍的 口感也很好 加入了芝麻酱 大蒜 营养机器的丰富的 真的是鲜香味足 特别的好吃 咬上一口爆汁的感觉 浓浓的芝麻香味 不爱的清香味道 扑鼻而来 太香了 不太这样做 既能够补钙 还能够增加身体的抵抗能力 好吃的菠菜 适合多种人群食用的 既好吃又美味 做法也比较简单的 经常吃 可以强壮我们的身体 主要能够增加钙质 身体的钙含量充足了 那么身体的抵抗能力会增强 免力也会增强 不容易生病 腰腿特别的强壮有力气 腰不酸 腿脚不痛 身体倍棒 吃麻麻香的 做法也很简单 如果喜欢吃菠菜的朋友们 可以试一试的 喜欢的朋友们收藏起来 有空试一试吧 点开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视频 如果你还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个赞关注一下 转发给身边需要的朋友们吧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